作農的真是很辛苦 因為常常受到天候的影響 或者是病毒的輕鬆的影響 會影響到收入穩定 這是對農民來說是最大的不確定性 但是對政府來說是最大的挑戰 就是我們要怎麼做 可以讓農民的收入可以維持穩定 這是政府最大的挑戰 農民的收入要維持穩定 最大的決定因素就是介紹 介紹這東西受很多因素的牽動 不論是天災也好 或者病毒還有其他所有的因素 我們最終政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維持農民收入的穩定 所以我們臺灣在處理這些水果的問題 常常有一件事情 以前都被電腦做的 就是我們沒有拓展外銷市場 讓它能夠吸納我們 有一些過多的生產 第二項就是 加工的設施 跟加工的法應不足 也這些生鮮水果 只要有足夠的在地加工能量的話 它就不會影響深國的市場 這幾年 外銷的擴展 確實是有進展 很重要的地方 說關聯農產品的水平真的很好 所以只要我們把外銷的管道打開 變成是我們穩定的 我們產品的銷售方向 我們價格也會趨穩定 所以我們要好幾款旗下 有效地來處理影響價格的這些事情 但是 如果在這些都做完了 價格還是不好 影響農民收入 那我們一定保價收購的嗎 一定保價收購 維持大家的收入 再不好 我們就要採取其他的投資 來維持農民收入的穩定 這些經驗的經驗 我們一定會朝這個方向 謝謝